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麦子学院为您提供的ATML5加CSS3轻松入门与实战视频教授 这节课我们主要来学习Aside的元素 Aside的元素通常是用来表示和我们当前页面的附属信息部分 它可以包含和我们当前页面或者说是主体内容相关的一些引用 侧边栏广告的红条有比于我们主要内容 Aside的元素主要的使用方法有两种 一是被包含在artic元素中作为主要内容的一个附属信息部分 它其中的内容可以是和我们当前文章有关的一些参考资料 名词解释等等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代码来实现一下我们的自己一种使用方法 打开编辑器 新建一个文档 Aside 元素 国庆 看一群猫 核心在一个artic 终于用来讲 这种改善的叫做 好 好 标准 对 我 我 那里有很多的熊猫 当我们的正文完成之后 我们在正文里面给它添加一个asside 我们在正文里面给它添加一个asside asside元素 那么这个asside元素呢 我们用来解释我们里面的这个熊猫基地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熊猫基地给加上去 h3名词解释 然后我们用一个dl来 dt 这个dt呢我们给它定义为熊猫基地 dl进行解释 叫做 大熊猫基地 基地在 四川 卧龙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网页文件 我们网页的这个标题就是国庆节去成都看熊猫 我们把它放在了我们的这个header元素里面 header元素里面这是第一个大标题 然后header元素之下呢 我们将关于这个文章的一个部分放在了这个 acte元素里面 在acte元素里面呢 我们又将这个文章的这个标题 这个内容的这个小标题 放在这个h2里面 然后将它的正文放在了这个p里面 然后紧接着在它后面的这个aside元素里面 跟上了它的这个附加信息 就是它的名词解释 解释了熊猫基地 在四川卧龙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用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种用法 第二种用法是在 是orcte元素之外使用的 作为页面或者说是全局的一个附属信息 我们也用一个案例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将我们的这张代码给注释掉 counter shift 加写号 新建一个asside 在这个side里面呢 我们给它命名一个h1 叫做网站公告 下面我们跟上p 国庆节 放假通知 国庆节放假通知 p 中秋节 它也是一个占点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全局的这个附属部分了 是我们网站的这个全局附属部分 就是我们网站的公告 一定要区分这两种的使用方法 第一种我们之前讲的是 作为我们主要内容的附属信息部分 而第二种我们讲的是 作为页面的全局站点的一个附属信息部分 这就是我们关于asside元素的使用方法 我们选择